神舟16号返回地球竟然没啥热度 这件事儿真怪不了中国网友 实在是成功率太高了 导致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不过中国神舟16上 其实还有一项黑科技 值得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就是突破黑杖技术 这项技术是足以改变全球军事格局的技术 这可一点没夸张啊 黑杖就是飞船载入大气层后 因为速度过快 会出现一段长达5分钟的真空区 这个真空区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地点 而是指一个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 飞船无法与地面通信 无法被精确定位 要知道 在人飞船返回时的速度非常快 不要说5分钟了 就是5秒钟的飞行距离 就能足够让地面彻底找不到飞船 所以地面救援团队 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营救航天员 时间每多一分 刚到达地面的航天员 就会多一分危险 那在黑杖区会无法通信 定位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其实就是飞船在高速下降的过程中 与大气层摩擦燃烧产生高温 特别是当飞船速度超过5倍因素时 高温会让空气与飞行材料形成等离子体 并附着在航天器表面 形成一层等离子翘套 导致航天器的电磁波被屏蔽掉 说的比较复杂 简单来理解就是速度太快了 导致飞行器的表面出现了一层罩子 能隔绝信号的那种 因为现在的电子通信和雷达 都是需要电磁波来传递信息 当电磁波被等离子翘套屏蔽后 飞行器自然也就无法与外界通信 以及被雷达定位了 所以这个时候 地面的测控部门只能用关电来检测 其实就是相当于用肉眼 来对航天器的大概位置进行判断了 如果云层比较厚 或者当时的天气不太好的话 这个观测的效果还要打个折 所以黑障区是个老大难问题了 强如西方航天各国 也都没有彻底解决黑障区的通信问题 但是到现在 这个难题却被中国的科学家们给解决了 今年2月底 中国科学报就报道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我国科学院院士包伟民带领国内的一众高校 科研院所单位 攻克了这个黑障通信难题 2022年时 经过6年的技术攻关 包伟民团队成功研制出了 临近空间高速目标等离子体 电磁科学实验研究装置 这个名字太专业太复杂了 简单来理解就是 用来研究黑障通信的专门设备 之后 他们又通过这个装置 成功地在实验室攻克了黑障区的通信难题 在这次神舟16号返回地球时 我国航天的地面侧控团队 就已经能够对处在黑障区的飞船 做到了全程实时精准跟踪的任务 虽然目前还未实现通信难题 但对比以前 飞船的返回权过程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遮挡 大家可能不太懂 突破黑障技术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在载人航天层面 地面指挥团队可以更加准确预判 飞船的降落位置 实施精准救援 保护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而在国防领域 它的意义则更大 今天是飞船速度超过5倍因素会进入黑障区 而对于那些超高速的火箭导弹也是一样的 当他们进入黑障区以后 对面的反导弹系统无法锁定 但同样的 导弹也会因为无法实施制导 枕头就不高了 当然 我们无法制导锁定 别人也是一样的 可在今天 咱们却率先实现了雷达锁定 这就意味着 对面的超高速导弹的威慑力就大大降低了 同样的 如果我们能实现黑障通信的落地 也就能实现精确制导 相当于咱能达到别人 别人却没办法达到我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在说 中国航天的进步 能带动整个中国的国防实力的提升 甚至还可以影响全球军事格局了